1939年贵南会战前夕,贵林行营主任白崇喜在广西千江赶墙洞成立行营指挥部。 西面离雍柳公路2公里,距库伦关92公里。 赶墙洞洞口开阔,洞内宽敞,可容近百人。 老蒋曾到此视察战事,集合团集已让军官进行驯化。 洞口建有厚达40到60公分的防护墙,可抵挡敌机扫射。 墙内筑成上下两层树间小屋,上层为观察哨所,下层为警卫室。 至今仍有部分墙体留存。 随着战事推进,老白将指挥部牵至冰阳白银小学。 仍有大部分人员留在这里。 离赶墙洞约5公里的鸳鸯山,曾是昆仑关战役弹药库的旧址。 如今这里已成为村民纳凉的首选。 尽管外面热浪朝天,洞内却像天然的空调房。 里面有石凳石桌,还有电灯照明。 村民甚至把床垫也搬来了。 冰阳白银小学的老楼,是当年昆仑关战役前线指挥部就职。 距昆仑关仅11公里,我去的时候正好在整修,那就看看网图吧。 小学后山的葛翁岩,则是当年指挥部的电讯机关。 还是冰阳八井之一。 抗战时期,夏威第16集团军把军械锁设立在葛翁岩洞里。 战役前夕,白虫喜帅桂林行一部分人员到此设前线指挥部。 历时41天。 最初杜宇明第五军的指挥部设在冰阳潭鹏村,被日军飞机轰炸后,便迁到潭屋小阳楼。 当时放置了一部总机和七八部电话机,电话线像蜘蛛网一样, 十几个参谋和警卫人员忙个不停,电报声,电话呼喊声日夜不断。 各种情报和命令传入传出。 潭屋小阳楼由本村潭音聘修建。 宁国时期,潭曾任赫县和田东县县长。 当时其长子就读于复旦大学, 从上海带回了小阳楼的设计建造参考图。 文革时期,小阳楼遭受破坏,屋顶被拆得只剩下大梁。 八十年代,门窗也被几个村民拆除,后来还当作牛棚养牛。 2006年,被政府列为县级文保单位,并拨款初步修缮。 在小阳楼隔壁的村子,有一座山景庙, 抗战前期用作学校上课。 1939年变成了国军的占地医院。 当时还有苏联的医疗专家, 把几个木凳拼起来铺上白布,就是病床了。 后来伤兵太多,就在走廊打起了地铺。 当地村民纷纷拆下自家床板门板, 积极协助占地医院做各种工作。 伤兵也会被分到各家各户吃饭。 左边的炮楼是暂时加建的, 有四个瞭望口和六个机枪扫射口。 死亡的伤员被埋在庙旁的汉堂。 早些年,寺庙附近经常可以发现骨骸。 当年,九堂至山景庙的路上, 还有很多来不及救治的伤员, 他们的遗体在战后才得到收藏。 场面非常悲壮。 后来,战地医院迁到柳州, 山景庙也就关门了。 另外一个战地医院设在滨阳为市总堂。 离昆仑关不远的万福村, 有一间年久失修的祠堂。 这就是当年带安兰将军的指挥部。 祠堂的门锁了, 只能在外围拍拍。 准备离开的时候碰上一个回签的大哥, 他说他有钥匙。 合讯军业务盟。 国家正在这儿外围拍拍拍票。 好不戴安兰啊, 那个花香, 是吧。 现在躲撤了, 撤了。 之前看过资料, 几年里面的布局是这样的。 大哥告诉我, 这是当年日本鬼子的炮弹打过来时留下的洞 路上看到 上面写着昆仑关万福村 中国军队歼灭日军碉堡1939 真的是碉堡吗 这么小能塞几个人 他为电影铁血昆仑关拍摄而建 而电影却因种种原因背禁 翻看了网上各种评论 履出原因大概有三点 一是过度美化某些角色 二是电影拍摄的年代 赶上了两岸关系比较紧张的时期 还有的说因为描写中村郑雄死的场景 太真实太细节化 换句话就是血腥 那是何时解禁的呢 是2005年 电影以铁血之名重新面世 那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事 首先200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4月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 帅团访问大陆 6月曾以学生军身份亲历昆仑关战役的 原自治区主席为纯述 给中央领导人写信 电影才得以复名 铁血昆仑关 与昆仑关相关的桂林行营 和桂南会战检讨会就职 有机会会去看的 关于昆仑关的六个视频就完结了 下一期去哪里呢 让我想想 等一下 你说得我就进去了 那你不敢进来 你不要看一眼吗 你不敢进来 敢呢 你不进来 你不进来 啊 走进来 谢大家 今天的词物 flav underwear 酒 融